日月聚焦星座话题 哈喽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三月份星座运势 新朋友不要忘记 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 三月份绝对是 2023年的重头月份之一 因为在这个月份 有两大重要的形象 在这个时候发生 带来了风水轮流转的现象 所以这个月份 你一定会发现 很多人做出了这种 搬家、离职、转职的一些决定 很正常 ok 那么来看一下这两大重要的形象 是什么呢 因为它影响的是一个 比较长线的趋势 首先第一个呢 是土星会在三月七日 进入双鱼座了 土星代表的是责任、压力、考验 逼着我们必须要有所取舍 专注在某件事情上面 那么土星它在一个星座呢 待两年多的时间 所以影响就比较长 在过去两年多的时候呢 土星都待在水瓶座 所以你身边或你自己本身 如果呢 就是金牛、水瓶、狮子、天蝎的朋友 你一定心有戚戚烟 很多事逼着你不得不这么做 可是呢 3月7日土星要离开了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讯号 所以要恭喜你们 终于要解脱了 得到自由 但是呢 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呢 有另外一个星象对你们有影响 就是冥王星 冥王星呢 会在3月23日进入水瓶座 一直到6月11日才离开 它其实待的时间非常的短 所以呢 不会呢 马上的带来很大的变化 除非你的星座度数是非常前面的 零度、一度这种的 可是呢 它不会带来的是意识上的一种 危机意识 过往呢 你可能解决了一些问题 面临了一些挑战 你现在知道你要什么要做什么 但是要如何让自己呢 更有生存力 更有竞争力 更安全 你会在这个时候开始去思考 这个是对于这个族群带来的影响 那么 当土星呢 进入了这个双鱼座之后呢 对于另外一个族群的考验就来了 如果你是双子处女射手双鱼能量很强的朋友 那么接下来呢 两年多的时间呢 就是你们的考验了 因为你们非常喜欢呢 什么都参与什么都做 可是呢 在这个能量之下 他会逼着你要做选择 不过不见得是坏事哦 有可能呢 我们讲的这些双子啊 处女射手双鱼啊 最近都有什么 升官啊 结婚啊 生子买房的好消息 也因为这些决定 或是将要的决定 所以才会带给你未来两年多的一个压力或考验 好的 我们把镜头呢 拉回到三月哦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那两颗星 它的影响是比较长的哦 至少呢 像土星就两年多啦 那冥王星更不用讲了 不过呢 因为冥王星它要在2024年才会真正的再度哦 完全的进入到这个水瓶座 所以先不用太担心 但是你要有这种意识上的转变的念头 那么这个月份呢 我觉得有四个时间点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这个四个时间点呢 很适合要做转变的人 那如果你是不想转变 想要维持稳定 或是事情顺利的朋友 那请你呢 一个是平常心看待 另外一个就是 当你发现有征兆的时候呢 怎么样 要做一些备案 首先第一个时间点是三月七日 这一天呢 土星会进入双鱼座 而且又是一个满月 满月呢 力量是非常强的 因为呢 我们可以想象哦 日月在地球的两端拉扯 所以会带来什么呢 潮汐现象 那事实上呢 在二月六日的这个满月呢 你就会感受到 它的力量非常强 它启动土星的能量 所以有很大的大地震出现 而三月这个三月七日的满月呢 它启动火星的能量 所以很容易有争吵争战 战争的一种意象 所以大家要保持和平的心情哦 再来呢 第二个时间点呢 是三月十五日到三月十七日的这段时间 因为呢 太阳水星火星海王星都在这个变动星座 所以呢 这个星座能量会让很多人想要吵架 想要东世事新世事哦 漫无目的的乱串 或者是呢 可能容易狗咬狗一嘴毛 很焦躁 所以这三天是非常需要怎么样 稳定力量的时候 那么当然也可能在这个时候 很容易有些变化 或是争吵 或是想做一些不一样的选择 要特别的留意 第三个时间点呢 是三月二十一日到三月二十三日 因为三月二十一日是春分 太阳进入白阳座零度的时候 我们知道呢 太阳只要进入这个基本星座零度 像这个春分 就是这个例子 这个很多事情会很强烈的重新开始 好像你按一个reset的感觉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新的事情 它正式确立或正式的开动 那么三月二十二日又是白阳座的新月 启动了一个新的月亮的周期的循环 为期一个月 然后呢 二十三日的冥王星 又要进入水瓶座 也是有一种颠覆 然后呢 改变的特色 所以这一段时间啊 你会发现 前面已经做决定的人 早就决定就开始动了 还没有做决定 或是还没有公告的人 可能这段时间就容易怎么样 公告或决定了 最后的时间点呢 是三月二十五日 火星进入巨蟹座 因为火星啊 它在双子座待了半年啊 从去年八月底到 这个三月二十五日之前 所以它在这个双子座 代表的事情影响上很大 那么当它已经创造出很多的事情之后 它又要移动一个星座 它就会可能有这种大的颠覆或转变 那么进入巨蟹座呢 巨蟹座跟什么有关呢 第一个跟家人 或者是我们的住家环境 房子 或者国家国土领域是有关的 然后就跟水象星座海洋有关 所以呢 可能在这段时间 这个火星进入了巨蟹座以后呢 这些相关的主题容易面对什么呢 冲突战争 或是需要我们呢 开始起来防御的色彩 不像之前火星在这个双子座就比较多 可能口舌啦 或者是一些跟身边的邻居啊 手足有些冲突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空中的冲突 比方说航空的事件 打气球的事件对不对 卫星的事件等等等 那我们来看一下个别的星座运势 个别星座运势的部分呢 首先来看到的是感情 我们要先来看到金星啊 在这个3月17日之前 金星都待在白羊座 所以呢 上升或太阳在白羊 狮子射手以及天秤座朋友 你们非常的好运 如果你想广结善缘多交朋友 想要脱单 或者是呢 你希望能够跟另外一半 有更好的感情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非常适合两个人一起去旅行 或者是呢 有一段时间两个人 找到一个目标一起成长 同时 这些族群容易有外国远地 的这个异国恋情 再来呢 如果呢 进入了17日以后 上升或太阳在 金牛 处女 摩羯 以及天蝎做朋友 你们的桃花非常的旺 而且因为天王星的力量加持啊 很容易有闪电恋爱 闪电结婚 闪电怀孕 或者是你会忽然觉得 哇 好像找到了天命真子真女的感觉哦 不过记得这个力量就会在什么 17日到3月底之间要好好把握 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在 双子处女射手双鱼的朋友呢 在这个月特别容易有感情的纠结 特别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 然后在这个双鱼座月份 那这个纠结呢 可能是你们跟另外一半之间容易有摩擦 这个床头草床尾河 但是如果你们正处于暧昧 多角恋劈腿 或者是不伦恋的朋友啊 你要特别小心 他可能会带给你一些麻烦跟纷争 你要有智慧的去做取舍啊 斩断这个欲望的锁链也不一定 但是呢就是要特别的小心谨慎了 来看到是事业运 这个月的事业运呢 我觉得很不错的就是巨蟹座 巨蟹座呢你呢时来运转 因为整个星象的变化 开始呢强化你移动转换 而且有提升的力量哦 比方说你可能升官了 换了更好的工作 或者是你的老板 你换了来了一个很赏识你的人 同时呢我会建议巨蟹座朋友 如果你有机会想要去怎么进修啦 或接触外国人事务 都会带给你很棒的一些新的启发 那么再来呢是双子座 双子座呢基本上在今年5月之前呢 你的运势哦 特别是在事业运势上都不错 因为你们已经占到了很大的舞台 所以我想这个月呢还是有一定的基本盘 但是要小心 这个月的人事特别麻烦 比方说你是主管 这个月待人很麻烦 老板很啰嗦 竞争对手很多哦 那就是很多事情要去处理了 但是呢 毕竟你还是站在一个相对好的位置啊 那再来呢 如果你是天秤座朋友 这个月呢 你就是比较忙碌会安于工作 或是忙碌于工作 不是坏事 因为你们呢很和气 而且呢也能够呢 遵守这个职场伦理啊 所以呢 很容易啊得到贵人的注意 所以往往呢 在这个月之后 会有一些贵人或机会开始找你了 但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要换工作的朋友 务必呢要拿到这个over 你确定了之后你再做转换 不然有可能呢 会遇到这个职场上有一些不确定的状况 搞不好不小心就会两头空 再来是天蝎座朋友 如果你想换工作的朋友呢 我想呢 你差不多已经开始动或是 正在要动了 即便你没有换工作 因为你身边的人事有些变化 所以这个月你务必要好好的处理你的同事关系 它会对于你的工作绩效 还有工作心情有大大的注意 另外呢是白羊座 如果你上升或太阳在白羊座朋友呢 这个月呢比较容易玩得很开心 而且呢进入了21日以后 你会有新的个人计划可以表现跟展开是好事 但是记得不要太超过要稍微这个谦虚 然后呢耐一点性子 我觉得对你的工作运是好的 最后来看有财运 这个月财运最好的是 上升或太阳在双鱼座的朋友 你们的能赚能花 那么这个赚钱的部分呢 因为商机很多 你的灵感也很多 绝对是好事 可是双鱼座朋友啊 我会提醒你们 你们可能会面临到一点点道德的考量 法律的议题 就是在黑白之间的这灰色地带 你要怎么取舍拿捏要特别小心 因为拿捏不好 有的时候会是麻烦 那么再来呢 上升或太阳在白羊座朋友 这个月财运很好 是因为你很能花啊 能够把之前赚的呢 拿来享受生活 不妨投资自己也是挺好的 最后一个族群呢 建议你们要稍微小心 因为你们容易破财乱花钱 投资上容易有损失 就是上升或太阳在固定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青牛 狮子 天蝎 以及水瓶座 那这个月你要好好的理财哦 不要乱花钱 同时要小心 别人的建议或引诱 是真的吗 你要想一想 以上呢 就是我们三月份的 星座运势了 相信呢 每个人听完运势之后呢 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我觉得我们只要保持一个归零的心态 然后呢 积极的态度 都能够在三月份重新我们的新开始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是苏菲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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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苏菲亚